吉安乡公所31号邀请今年度的母亲节表扬活动的模范母亲和模范婆媳以及家属、村长 预先拍摄了母亲节的表扬照片 并且表示近期会派专业的摄影师前往受奖人的家中记录生活点滴 制作成为110年吉安乡母亲节的纪念特辑 将会在母亲节表扬当天来赠送 要给受奖人最特别也最温馨的礼物 吉安乡110年模范母亲及模范婆媳表扬大会 预计将在5月7日下午在吉安国小活动中心办理 今年共选出23位模范母亲与两对模范婆媳 今年乡长特别准备的纪念礼物 邀请专业摄影团队 首先31日上午在吉安乡公所2楼拍摄团体合影 近日也将到府拍摄,进入日常生活片刻 今年吉安乡公所特别为我们妈妈们安排了 这样的一个摄影照相留存 把我们的亲情来全多路 也感佩我们的母亲们 所以今年我们表扬了23位的模范母亲 两对的模范婆媳 希望开启我们的子女们这一份感谢之意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妈妈们为我们带来社会的正能量 开启我们家庭幸福、社会圆满的工作 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各村模范母亲与模范婆媳 31日盛装打扮出席 在子女亲友的陪伴下合影留念 对于接下来两周的日常生活记录 紧张也期待 吉安乡公所预计制作成110年吉安乡母亲节纪念特辑 在母亲节表扬当日赠送给受奖人 要作为最特别也最温馨的母亲节礼物 记者长帮彦吉安乡报导